大家好 歡迎收看道挺好味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 早上如果你看到就會很開心 就是芽菜仔炒麵 又或者豉油王炒麵 材料 顧名思語 有芽菜仔和麵 配料我有少少洋蔥 薑 作為切絲 有些蔥段 也有些芝麻 會比較香 如果大家有辣椒醬 這個是絕配 不少的就是老抽 生抽 蠔油 麻油 糖 去調成醬 材料就這麼簡單 首先要做些什麼 煮一煮水 煮一煮麵 今早吃了一半 我喜歡用這一隻 就是哪一隻呢 就是海天 這隻麵煮出來 不錯的 我特別喜歡 每次我做都是半個 我會用半個半個 這樣容易處理 然後芽菜 你喜歡吃多少呢 就加多少 還有 如果有些韭黃的話 是會比較香的 韭黃 煮完之後 最後一炒一炒就可以了 但我今天沒有了 所以我就不用韭黃了 水一滾 就滾一滾 麵 現在 就可以切了些東西 剛才浸了些芽菜仔 然後切了些洋蔥 好 等着更了 把蔥切成 芽菜 薑絲 蔥 洋蔥 準備好了 水滾 把麵放進去 把麵放進去 等它煮至大約30-40秒就可以關火 可以關火 焗一下 放在另一邊 因為這裏還會熱 焗一分鐘 然後瀝水 一分鐘過後 就可以拿麵出來 隔一隔 把麵放進去 攪一攪就可以了 不需要過冷 加些薑 薑 薑 爆一下 把麵放進去 調回中火 然後加些洋蔥 煮一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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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鑊 味料 煮一煮 加入芽芽芽菜 加入大火 兜兜 把芽芽撕掉的青味 就可以逃跑了 先放在葉邊 倒一些油 倒麵 釀一下 加入中火 定一定 分幾兩分鐘 放到 看到有些白煙嗎 那些是水氣 面發出來的水氣 可以 怎麽為之可以呢 你聽到煞煞聲 這時候可以了 放下去 放下去 都是調個中火 不要動它 好 這個時候 呢 調味 醬 生抽 一斤 老抽一斤 麻油 半斤 蠔油 一斤 少許糖 一斤 兩斤 攪拌均勻 翻過來這邊 聽到啥啥聲 差不多了 拋得起 準備了 打散 剛才不是攪了醬汁嗎 這個時候 準備了 不停攪拌 用木筷子攪拌均勻 把醬汁拌均勻 還能聞到很香的豉油味 把醬汁拌均勻 剛才的醬汁 放進去 把醬汁拌均勻 加上蔥 切開 上一碟 最後 放一些芝麻